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四节 主耶和华赐我受教者的舌头 使我知道怎样用言语扶住疲乏的人 主每一早晨提醒我的耳朵 使我能听像受教者一样 感谢主赐给我们他恩典的话语 上帝拣选以赛亚先知 是上帝极美的一个计划 在这一篇当中 我们要领受一个主题 就是上帝忠心又顺服 顺服又忠心仆人 这样的一个主题 从我们所看的话语里头 我们就可以领受 以赛亚先知 他正是一个顺服又忠心的仆人 主的话是说 主耶和华赐我受教者的舌头 我想这是他从神的一个领受 要向神所求的 要神在每天 让他有受教者的舌头 然后怎么知道 用所领受的话语来帮助需要的人 他祷告说 我每天找神 求上帝提醒 提醒他的耳朵 使他能听 像受教者一样 所以从这个话语当中 可以看出 他在神的面前所领受 用谦卑受教的心来领受 也成为众人的祝福 他也是一个忠心的仆人 主的话说 主耶和华开通我的耳朵 我并没有违背 也没有退后 他忠心的传讲 上帝要他传讲的信息 他没有违背 没有退后 上帝的仆人在传讲信息的时候 常常会遇到挑战困难 甚至羞辱 所以在以赛亚书 也曾经这么说 所以他很有信心 用顺服中心来面对神 他也在神面前 用信心来面对挑战 面对困难 甚至面对羞辱 亲爱的朋友 我们今天也一起来学习 以赛亚先知的顺服跟忠心 上帝 监选我们 成为他荣耀的仆人 我们也成为他荣耀的先知 我们一起来学习 向以赛亚的顺服 以赛亚的忠心 每一天 我们恭敬的 从神 领受他宝贝的话语 然后透过我们的手 我们的舌 来传讲帮助需要的人 所以我们在神面前也需要这样的祷告 跟神说 神啊让我看见祢所看见 让我感动祢所感动 也用祢的大能帮助我来传讲 从您领受的 无论我们是在工作的场域 在家庭 在团体 在教会 上帝都给我们要传扬福音 以及帮助需要的人这样的使命 我们也求上帝真的帮助我们 来学习以赛亚先知 他的顺服 他的忠心 他的忍耐 他的信靠 让我们无论在家庭 无论在工作场合 无论在团体 无论在教会服事的时候 我们要靠着主 我们要来得胜 我们靠着主所赐给我们的话语 透过我们的舌头 来成为每一个人的帮助 跟每一个人的祝福 现在我们一起 在神面前 同性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 谢谢你透过以赛亚先知 赐给我们宝贝的话语 特别以赛亚先知 他从你赐给他的生命当中 让我们学习他的顺服跟忠心 祝我们也恳求你来帮助我们 今天领受你话语的 让我们也能够来学习以赛亚 每一天忠心的从你领受 你的话语 也能够忠心又顺服的 来传讲给需要的人 上帝恳求你 每一天就赐给我们 这样渴慕的心 受教的心 来领受你的话语 而能够把你的话语 带到我们所去的地方 成为需要的人的帮助跟祝福 我们谢谢你 听我们的祷告 我们这样祷告 奉耶稣基督得圣的名 Amen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